Hey, what's up?这里是喜欢老夜的Root 今天我们将聊聊一个将高品质咖啡带到美国的品牌Piece Coffee Piece Coffee的创始人皮特于1920年出生在荷兰 从小在家里的咖啡烘焙工坊里携出父亲 十几岁时他在伦敦一家咖啡和茶的公司当学徒 学习烘焙、研磨技术、了解咖啡贸易相关的知识 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 皮特去到了当时还是荷兰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同时茶叶生意 这段观点的经历最终促使他把神烤的印尼咖啡豆带给了全世界的咖啡爱好者 其后他放弃了上大学搬到伦敦从事咖啡和茶的进口生意 为了寻找新的市场 皮特于1955年搬到了旧金山 很快他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喝的咖啡却是最差的 我来到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为什么他们要喝最糟糕的咖啡呢 皮特问自己他可以为此做点什么 1966年皮特在加州伯克利的一个工艺阶层社区 开设了他的第一家分店 希望用优质的进口咖啡豆和手动校准的烘焙系统 达到更深更甜的烘焙效果 用高品质的咖啡取在美国人杯子里的黑色污泥 受到Peace Coffee的影响 这家门店附近的街区很快就已能找到高质量的美食而闻名 第一批美食家蜂拥到这里 品尝和开设手工奶酪和巧克力店 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 这里被称为具有社会意识的加州美食的孕育地 该品牌的广热追随者开始称自己为Pitnix 该公司至今仍然在用这个词来称呼其客户终成计划 到了1971年 潘尼斯之家餐厅开业 三位年轻的企业家找到皮特 学习咖啡业务中关键的烘焙方面的知识 皮特不仅为他们提供培训 还为他们的新企业 也就是如今的星巴克提供烘焙咖啡豆 1984年 当星巴克的创始人Budwin得知Peace Coffee要出售时 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公司 而在三年后 他又把星巴克卖给了我们熟知的前星巴克CEO 霍华德·舒尔茨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Budwin和舒尔茨协议的一部分 星巴克同意在头五年内 不在Peace Coffee的地盘上 还是特许经营店 但当1992年协议到期时 舒尔茨立即买下了店面 并在旧金山的一家Peace Coffee隔壁 开设了一家星巴克 更令Budwin很生气 但Peace Coffee的业务并未受到影响 继续蓬勃发展 如今在码头区 地子街的两家店都还在营业 虽然如今我们对精品咖啡有了新的定义 但无论是把意识咖啡带到美国 还是其对星巴克的影响 Peace Coffee无疑可以被认为 是第二次咖啡浪潮的发起者 而星巴克则是这次浪潮的推动者 可能这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个疑问 Peace Coffee和第三波咖啡浪潮的推动者 Blue Bottle的区别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是在深度烘焙 和意识浓缩上 相比于Peace Coffee Blue Bottle的主要产品 都更偏向于轻度烘焙和手冲为主 以保留更多咖啡的原始风味 其次在门店的装修和器具的设计上 Blue Bottle会显得更加精致 以给顾客更多的仪式感 而作为分属咖啡业两大巨头 雀巢和JAB控股的咖啡企业 Blue Bottle和Peace Coffee 在近几年都加快了扩张速度 Peace Coffee如今在国内也有许多门店 卡洋拉拉 Morrow Zoco家的咖啡机 配上了大面积的绿植墙面 相比于美国本土那种 嬉皮式聚集地的感觉 新开的门店感觉更与之俱进了 而随着各个品牌的发展 如今的咖啡店都有不同 烘焙深度的豆子 烘泡方式和多种饮品 供消费者选择 所以如今要说哪家更好喝 或者哪家代表了什么 可能还是得看个人的口味 以及哈克尼的故事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对极大咖啡品牌感兴趣 也欢迎回看我之前第26集RB卡和第18集BullBotter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那我们下期见